大家好,在上一章中我们一起学习了酒店品牌提升的相关策略 品牌需要不断提升以维持市场占有率 就如我们人一样,要终身学习,不断提升自我 那么在酒店创建出自己的品牌之后呢 也需要努力维系和保护品牌 因此在本章中我们就一起来探讨关于酒店品牌维护的相关内容 这一节课我们先来看看酒店品牌经营维护的策略 所谓品牌维护其实很好理解 市值酒店针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给酒店品牌带来影响所进行的维护品牌形象 保持品牌市场地位和品牌价值的一系列活动的统称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 一个良好的品牌形象是一家酒店在激烈竞争中强有力的资本 竞争是残酷的 俗话说打天下难守天下更难 品牌也需要保养需要经营需要维护 品牌维护并非一日之工也并非一蹴而就 需要在日常经营中苦练内功 小心呵护自己建立起来的品牌 酒店在日常经营中可以怎么样做呢 我们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点就是要保证产品的品质 一个品牌的知名度很高 若是它的产品质量出了问题 就会影响到品牌形象 使品牌受损 比如 豪门啤酒在90年代初曾经风靡一时 然而 由于与河北山东等省份某些酒厂合作生产后 没有能控制好质量管理 所以影响了其高档啤酒的形象 市场上冲刺则大量劣质的豪门啤酒 仅仅数日就令豪门啤酒风光不在 而酒店的产品包罗万象 既有无形的服务产品 也有有形的食物产品 其中食物产品包括酒店商场你出售的商品 客用的用品 餐饮代加工的半成品或成品等等 卓越的酒店品牌需要过硬的质量做后盾 要使这些提供给顾客消费的产品安全可靠 首先要从原料采购这一源头抓起 通过科学的采购流程 确保原材料的质量 其次要抓好处运和加工制作环节 还要有产品创新 才能带给品牌拥抱青春的活力 如何做好采购这一环节 我国有一家酒店的做法就很值得参考 在2019年开源酒店集团与国内 杰出的餐饮供应链服务商 美菜搭乘了战略合作关系 美菜服务于开源酒店的消费群体 以价值链多元数据为基础 为开源酒店量身提供销存管理 餐厅洞察 品类行情监测等方面的服务 使得酒店的采购仓储物流布局更加高效 此次合作运用技术连接起了田间地头 和开源酒店的餐饮需求 通过美菜将天然菜体一站直达到酒店顾客的餐桌上 既保证了产品的品质 又节约了更多的流通成本 第二点是要确保酒店各环节的衔接紧密 酒店产品竞争是品牌竞争的主要载体之一 而顾客来酒店消费是一种整体体验 酒店服务工作的整体性 使服务质量的评定难以进行 我们不能按一般比赛评为打分那样 去掉一个最高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 再取平均值 在酒店任何一个环节出了漏洞 整体产品就是问题产品 我们先来看一个数学式子 100-1等于0 同学们是不是会觉得很疑惑 为什么我们要把一个运算法则上 错误的数学式子放在这里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在酒店业非常有名的式子 在酒店行业中对100-1的理解是 对于一位顾客的服务而言 各方面服务都做得很好 但由于一向差错的产生 所有良好的服务都会富足东流 比如顾客入住期间 非常愉快 却在退房结账时因餐饮部员工挂错了房账 导致了前台员工算错了客人的账单 此时再热情的服务 再豪华的大堂 再美好的酒店品牌形象都将大打折扣 所以酒店一定要确保顾客从预定到离店期间各个生活需求环节紧密先接 将100分设为酒店服务质量的基础目标 第三点要融合规范化服务和个性化服务 酒店产品绝大多数提供的是无形的服务 这种服务多为面对面的服务 服务对象千差万别 因此酒店既要有统一的服务技术标准 又要有提升因人而异的个性化服务 规范化服务是基础 是衡量服务质量有无瑕疵的标准 但规范化服务只能保证物有所值 已经不能再满足越来越自我的顾客个性化需求 规范化只能保证保值 只有顺势自然 恰到好处的个性化服务 才会物超所值 使品牌增值 第四点要谨慎开展与第三方的合作 国际酒店管理集团进入中国市场后 在中国98%都采用轻资产战略 即直引入品牌管理系统和管理团队 大多采用的是拿出品牌找国内的合作代理 完成投资方加盟战略布局 纯品牌和管理系统的输出 让国际集团布局更广 速度更快 利润更高 例如西尔顿集团拿出旗下品牌欢朋 两年多时间完成了近百家酒店的落地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种模式 国内不少酒店集团也在学习和模仿 发展速度之下 有关质量的保证和加盟商利益的保证事宜 成为品牌输出方的一个巨大挑战 下面与同学们分享一个在世界顶级酒店发生的真实故事 一位客人入住了阿联酋 阿布扎比的八星级酋长皇宫酒店 通过客房杂志与iPad上对于餐饮服务的介绍 一家米其林餐厅成为了顾客的体验首选 顾客通过电话预定 与朋友在晚上七点抵达了餐厅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发生了什么吧 顾客点完菜后等上菜期间 这家餐厅属于米其林几颗星 这个你稍等我给你问问 服务员一直没有问到答案 等到上菜居然没有服务员给顾客分菜 而是上了同样菜肴的三份 让客人共享 客人带着疑问在想 米其林餐厅的服务标准为什么是这样 麻烦请你们餐厅经理出来解释一下 你们的服务标准 我们就是这样的服务标准和流程 有问题吗 你们不是米其林餐厅吗 这是米其林餐厅的服务标准和流程吗 我们这个品牌在美国和法国都平上米其林 在这里没有平上 就算没有平上米其林 可是你们八星级酒店 以这样的标准和流程也是不符合要求的 抱歉 我们是属于外包餐厅 并不属于八星级酒店 顾客感到郁闷极了 因为看了介绍是米其林餐厅才决定体验 不菲的价格却并没有体验价值 甚至于连五星级的标准和流程都不如 更生气的是酋长皇宫酒店 还在客房的杂志内为其做推广 用米其林等级来吸引顾客 这个故事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故事中所体现的正是关于第三方外包的问题 第三方外包如何能够和酒店的品牌和品质相匹配呢 如何避免投诉 向外界宣传时分清权利与业务呢 目前国内行业已经开始流行与第三方合作经营 酒店有引入社会餐饮品牌的 有引入SPA品牌的 有引入健身房品牌的 更有投资方作为物业管理出租场地 引入其他商家的 当第三方商家发生问题时 往往受到影响的是酒店品牌 例如在江西投资方出租的KTV装修时发生火灾 受影响的是海航酒店 虽然事后弄清楚了事故的责任方所述 但是社会媒体传播的负面影响还是波及到了酒店品牌 由此可见 酒店在寻找合作方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双方的责任 谨慎的展开合作 最重要的是要给予顾客知情权 酒店在宣传合作方时要附上特别说明 同样在合作的餐厅门口或者是健身房等相关场所的门口 也要立标牌进行说明 品牌维护应该由品牌诞生的那一刻就开始做起 辛苦建立起的品牌应该认真细致地去维护 要知道健全的品牌维护与运营才能让酒店走得更加长远 好了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内容 同学们还有更多的观点吗 欢迎参与讨论 我们下节课再见